松柏林寿天宫建庙至今大型绕境活动 九天八夜徒步民间乡全乡祈福口谢神恩 议员尤浩参与这场历史性的宗教庆典 在寿天宫的玄天上帝带领下 信徒们跨足了民间乡二十三村三百七十二林 展开了一场宏大的宗教仪式 在这漫长的九天八夜之中 信徒们沿途踏足神圣之地 参与祭奠祈福仪式 表达对神旨的虔诚敬意 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一下 彻底上的玄天上帝 也是来这里松柏林寿天宫来 来这里拍摄的 也是希望我们宗教的文化 可以使敌人心 可以带动 我们大家的社会都比较祥和 都比较好 在这里再次感谢 我们先必然许天宫 第二个宗生命天宫 也希望许本千万里 信徒办天下 以后也会继续未来 希望你中庸 来进出国家的祝福 不仅是让我们的民间佣 希望让我们的宗教文化 可以继续来带动我们的地方发展 民间乡23村 372岭的居民 也纷纷参与 共同见证这场历史悠久的宗教盛事 绕境活动 承载着信仰 祈福和团结的象征 成为当地社区 一年一度的盛大盛事 而当寿天宫玄天上帝和信徒们 进入最后一里路时 整个氛围更加激扬 信仲们生信 在这最后阶段 他们将获得更多神明的庇佑和祝福 这一刻 不仅是宗教仪式的圆满结束 更是信仰共同体的心灵圣典 最后一里路的终结 标示着这一场九天八夜 绕境活动的圆满落幕 信徒们将带着心满意足的信仰 回归日常生活 而这一段历史上 宗柏林的绕境经验 也将在当地留下浓厚的宗教文化印记 记者黄中龄 引荐箱采访报道